我身后这辆呢 就是这个 Honda City Hatchback 的小改款 其实这辆车也发布了一段时间 这一次的这个小改款 其实改动的东西也不大 就是在配备上面进行升级 那么今天我就不做试驾影片 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这辆车的看法 因为呢 我身边大概是有接近 10 个人左右 买了这个 Honda City Hatchback 然后男生一半 女生一半 其中一个是我公司的小姐姐啦 然后他们其实也是有跟我分享 就是讲他们的用车感受 或者是他们为什么买这辆车 所以呢 今天我就综合他们的看法 跟我自己的看法 跟大家做一个 怎样选这辆车的这个分享影片啊 如果大家对这个影片有兴趣的话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那么 很多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 Hatchback 的尾箱会不会小 那么 基本上如果你是对这个尾箱的空间有需求的话 我会建议你直接上 Sedan 会比较好 不过我身边的这个 My City Hatchback 的朋友呢 就是 他们有些是还没有结婚 有些是已经结婚有一两个孩子了的 那么我自然问他们感受上 我会问他们 就是你的这个空间表现够不够用 然后 他们这些 可能是已经结婚的小家庭啦 他们表示 这个 City Hatchback 通常是他们的第二台车 所以实际上呢 他们对这个空间表现是没有太大的需求 不过 When 就是你可能有需要载东西 就是想放 baby chair 的时候 其实这个尾箱的空间表现 对于他们来讲是足够使用的 因为 他们告诉我 就是讲这个 City Hatchback 通常是他们的老婆开去上班 或者是载孩子去学校 去幼儿园使用的车子 然后 可能就是装下 baby chair 或者把那个 婴儿用品放在车后箱 这个空间表现对他们来讲是绰绰有余了啦 就像我讲的 如果你是真的对这个尾箱空间有需求的话 我会建议直接上 Sedan 但是 对于一般的日常使用来讲呢 他们给我的反馈是勾用啦 那么 对于还没有结婚的朋友 他们选择 City Hatchback 的原因是什么 就好像我公司的消息也讲 原本他是要买 Yaris 的 可是我就推荐他去看这个 City Hatchback Vantage 试驾了之后 他去结束了这辆车之后 他就更换他的主意 变成了 City Hatchback 其实我有问他们 就是 你买车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他们讲外观要摔 然后容易 parking 然后省油 那个就是他们的最主要的出发点 那么这个 City Hatchback 有多省油 我就先讲这个自然进去的版本啦 因为我之前在等我的 HR-V 的时候 我等了两个月 然后我借了一台这个 Honda City Hatchback 1.5V 的版本来使用 那么它的满缸燃油 大概是我记得是在 65 块到 68 块左右啦 然后 我满缸我可以行驶 500 到 550 公里 其实这个油耗就是真的很省油啊 所以这一点是我自己亲身验证的 当然如果你是买到 Hybrid 的版本更省油啦 Hybrid 的话我自己的 Record 是 但是我在高速公路维持时速 110 它可以做到满缸 960 km 所以不管是自然进去还是 Hybrid 都好 它的省油就是它的一个出发点了 然后实际上它的这个 1.5 公升自然进去引擎 它对比它的对手也就是 Yaris 啦 其实动力也是出色不少 因为 121 PS 跟 107 PS 你看到你就有很明显的差别 如果你实际开下去的话你就会觉得人家讲的那个 买 Honda 是引擎松车这句话不是假的 它的引擎效能其实还是 OK 的 就是在这个同级对手里面 所以我觉得单身人士选这辆车 应该主要就是在这一点 那么除了省油动力比较出色之外呢 我自己最喜欢的点就是它这个后座的空间灵活表现 因为这个 City Hatchback 的后座呢 它其实是继承了这个 Jets 啦 它有这个 Ultra Seat 的设计 就是这个椅子可以放直 椅子可以倒平的话 有很多个模式可以给你去灵活的运用 那么对我而言我之前就有一段时间我风骑脚踏车 然后我的脚踏车是可以折叠的 然后我会带着我的脚踏车去这个 Bukit Jalil 的体育馆那边骑啦 如果是 City Hatchback 的话 我只需要把它换成这个 Tour Mode 就是把这个椅子拉起来倒平 我的脚车就可以塞得进去 反而是我的 HR-V 看起来更大量 但是因为这个门的开口比较小 所以我的 HR-V 是没有办法在这个高模式下 把这一个小叉叉塞进去 我一定要打开车尾箱 这个东西呢 平常人家讲的话 真的是体验不到的 因为以前我也是一直人家跟我讲就是 Honda 的这个车款空间很灵活 我自己其实也是不大体会得到 但是当我自己需要 而且我去用到的时候 我会就觉得这个空间的实用性、灵活性 真的是很需要的 当然也不是讲它的后座没有缺点 它的后座空间表现真的是很大 我的身高是 180 亿 我坐下去的话 基本上可能头部压迫感会有一点明显 但是脚部空间等等是 OK 的 可是也因为它有这个 Ultra Seat 的设计 所以变成它的这个椅背会比较直一点点 然后这个椅垫也会比较硬一点点 所以坐起来可能会没有 Yaris 那么舒服 所以我会建议各位呢 如果你是最近打算买一辆 Hatchback 车的话 就是你在 Yaris 跟 City Hatchback 里面二选一的话 那么我会建议你自己带着 你可能你的家人朋友去体验一下这辆车 然后你做决定 因为毕竟这种感受是很个人的 给我的话我自己觉得问题不大 但是给你的话 我觉得自己亲自去体验会比较好一些 那么简单来讲呢 这辆车的主要卖点就是动力还不错 省油空间灵活性高 然后呢官方昨天有表示啦 就是这辆车从 2021 年 12 月上市开始呢 他们卖了大概是 3 万多台 我看到我的时候我有点惊讶 但是又好像很合理 因为这辆车它就是一个六边形站姿 就是它每一个点它都碰到就很均衡 那么这个车在马来西亚有 5 个车型可以选择啦 那么应该这样选择 我这边会给出一点我自己的个人建议啦 就是我会建议如果是讲你的情况允许的话 你最少要选到 V 以上 因为它有这个 SEV RS Petrol 跟 RSE HEV 那么我会建议最少选到 V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 V 这个车型呢 它就有这个 LED 灯 然后它有 16 寸的 Rim 还有这个皮革座椅等等等等等等 所以它就算是比较 High Spec 的车型好啦 那么我们就来做一个简单的计算 那么假设今天你选的是 V Spec 然后你给 10 巴仙的头七 我大概利息是算 3 巴仙左右 然后工期年 那么算下来你每个月的工期大概是 1243 块左右 如果是讲呢你想要那个 RS Petrol 版本 就是它的外观设计比较算有这个 RS 空力套件嘛 那个可能要多加 50 块左右 所以这个就是它每个月的工期 然后 Service 的费用的话 以我的这一个经验的话 如果是讲小 Service 的话 你一次 Service 大概是在 300 多到 400 块左右 就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基本的仰车成本啊 当然你还要考虑到就是你每个月的保险 something like that 然后呢就是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其实工车就是要自己工到舒服是最重要的 如果今天你是打算选 E Spec 然后你要工个 9 年 其实也没有问题的 主要就是你跟你自己的这一个星去走就行了 就是不要听人家讲就是 你买车一定要买 High Spec 或者不要工 9 年 工 9 年不划算等等 所以跟自己的这个情况去走最重要 最重要是工车要工的舒服 而不是工到很辛苦这样子 所以你要工 9 年你要工 5 年你要工 7 年 那个 up to you 你开心就好 当然如果你真的是买到 S 或者是买到 E 车型 你不用担心 因为这个 Honda Sensing 是全车系的标准配备 你买到最入门的版本它都有 只是这个 Stop Angle 的功能在 RS1 HEV 上面才会有 所以不要担心这个安全性的部分 就算是入门版也是一样的 然后我在这边大概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辆车的驾驶性的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如果是在这个非国产的 B Segment Hatchback 里面呢 它的对手只有 Yaris 啦 那么 City Hatchback 胜过 Yaris 的地方就是 它的行车质感跟操控会好很多 最起码你在转 Steering 的时候呢 你会感觉到那个质感是比 Yaris 高级很多的 然后在底盘还有悬吊的部分呢 它比起这个 Yaris 会稍微 Sporty 一点 当然也会弹调一点 在舒适度的部分呢 自然就是 Yaris 会好一点啦 然后这个车子的隔音的部分 也是 Yaris 好一点 尤其是这个轮胎隔音的部分 不过引擎的信力度呢 这个 City 就会稍微比 Yaris 好一点点 如果是你很想买 City 的后 但是你又担心这个轮胎隔音的话 那么我会建议你换一个轮胎啦 因为原厂来的这个轮胎 是这个 Toyotaya的 Procex RX 7 所以你去换一个比较静音的轮胎 所以它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隔音表现啦 那么动力的部分 就或者讲这个引擎的部分啊 油耗表现我相信 Yaris 跟这个 Hatchback 是差不多的 但是在动力部分呢 不管是普通版还是 Hybrid 版本 都会比起这个 Yaris 更好 如果讲你今天是个年级比较轻的朋友 刚才是 00 后的朋友啦 然后对动力有一点需求 那么这个部分自然还是 Hatchback 比较好 只是这个 Hybrid 版本的 Engine 呢 在 Engine Kick in 的时候 它会比较吵一点点 还有就是这个 Hybrid 版本 11万的价位不算便宜 不过呢 这个就是这个新科技的代价咯 所谓的科技不是给你大萤幕还有氛围的 那个就是科技 科技是在这个引擎 变速箱 还有这个行车质感的部分啦 不过呢 值不值得就看你自己个人 最后我要讲的就是 你其实不大需要担心这个 Hybrid 版本的 电池坏啊你要怎么办 因为 Honda 马来西亚目前是给 这个八年不限离数的 Warranty 我自己个人是喜欢 Hybrid 的版本的 不过大家还是看自己的需求去选择这个车子啦 其实这个 1.5 公升自然进气的版本也不错啦 这个 Honda City Hatchback 呢 其实也不是讲它没有缺点啦 它的缺点也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它的后座可能没有那么舒服 然后它的这一个隔音表现 会没有 Yaris 那么好 所以这一点呢 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没有一个完美的车子 就是看你自己的需求到哪里 那么今天我自己觉得呢 如果真的是买一辆程式的车子的话 我会建议 Go for 这个 City Hatchback 而不是 Yaris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自己有一个想法 就是买东西是买新不买旧啦 当然我也不是讲 Yaris 不好 Yaris 其实也是一款很好的车子 就是基本上它很稳定 然后它的东西就是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它主要的问题只是可能空间小了一点点 跟动力稍微弱一点点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这个只是我给大家的建议 那么实际呢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自己去试驾车子 看一看你的需求到哪里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真的是需要一个市区代步的工具 这辆车我觉得还蛮值得推荐一下的啦 所以建议大家自己去试驾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 这个 Honda City Hatchback 的这一个心得分享啦 这个不算是一个试驾影片 因为之前试驾很多次了 那么如果大家想看回之前的 这个 Honda City Hatchback 的试驾影片的话 可以找回我们之前的影片啦 那么今天就是我们影片的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支持我们一下 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那么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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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